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5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视频 咱们先来看一组国际上的重要的事情 一 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当选执政党保守党党魁 将接任英国首相 他的担子不轻 疫情 脱欧 经济 战争等问题 对每个英国首相都是严峻的考验 不过特拉斯的当选应该不会影响英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因为特拉斯曾说过 在乌克兰问题上他与约翰逊持一样的立场 特拉斯从事风格强硬 人们容易从他身上联想起传奇的铁娘子萨切尔夫人 他自己也曾刻意模仿萨切尔夫人的穿衣风格 在萨切尔夫人任内 英国在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主张 在外交上立场强硬 与阿甘廷关于马导欧打了一仗 虽然付出沉重代价 但赢得了战争 经过此战 英国人信心大战 一举迎来了期后20年的黄奸发展周期 此次特拉斯是否能重塑辉煌 我们报以期待 第二条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表示 欧盟已经准备好应对俄罗斯断绝天然气供应 据他介绍 欧盟不惧怕那个人的决定 并且准备好应对俄罗斯不专手协议的情况 据统计 总的来说 目前欧洲国家的天然气团积量不少 应付冬天不太难 只不过是房间里20度还是18度的问题 舒尔茨称 即便是俄罗斯政府停止通过北溪一号管道向欧盟输送天然气 德国也有足够的能源度过这个冬天 目前欧盟的天然气储存已经达到了90% 超过了80%的最低标准 与此同时 德国政府重新启动了煤炭火力发电厂 法国政府则重新启动了核电站 德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 不仅要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 还要在明年摆脱对俄罗斯的石油依赖 而不仅仅是止步于欧盟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 在俄罗斯天然气逐步停止供应的同时 美国 挪威 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的供应商 正迅速占领俄罗斯留下的市场空白 而失去欧洲市场的俄罗斯天然气 只能在芬兰边境默默的燃烧 当然 这还是全人类买的 因为烧这么一个巨大的火炬 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达到了惊人的九千吨 第三条 塔利班政府刚刚从俄罗斯购买了五千吨石油 这也算是俄罗斯正在失去欧盟1.2亿吨大市场的一丝安慰 然而 紧接着就有多家媒体报道 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馆发生炸弹袭击事件 尽管大使馆的警卫发现异常并向袭击着开枪 但后者依然在大门附近引爆了穿戴的炸弹背心 至少造成25人死亡 包括两名俄罗斯外交官和许多申请前往俄罗斯的阿富汗人 大量救护车已前往俄罗斯大使馆 预计伤亡数字还会持续攀升 第四条 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菲尔·格罗西证实 五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将永久留在扎布罗热核电站 以监测该设施的核安全 就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使格罗西视察扎布罗热核电站时 俄罗斯官员向其展示了乌克兰军队炮击扎布罗热核电站的证据 一枚扎入地下的火箭弹残骸 当有人疑惑这枚火箭弹是从俄军阵地方向射来时 这位精明的俄罗斯官员立即回答 火箭弹在发射后会空中转弯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由于最近的信息比较多 所以有些消息容易之后还请您多多理解 在过去的24小时 乌克兰军队在前线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从乌克兰武装部队简报上看 乌克兰空军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多次空袭 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人力和装备以及后勤的指挥中线 敌人的多处弹药库被摧毁 他们在地裂薄荷山的渡口也遭到破坏 不能正常使用了 而不甘心失败的俄罗斯军队 在巴赫木特和阿弗蒂夫卡地区仍在继续进攻 俄罗斯人继续使用防空防御来掩护他的部队行动 还频繁出动无人机对前线乌军进行侦察 相依此改变他们在近期的被动局面 由于俄罗斯军队缺乏高精度的武器 导致他们更频繁地使用淘汰的S300防空导弹 这就是俄军拦截乌军火箭弹失效的原因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全靠他们的炮兵支援 近期俄军在哈尔科夫、克拉玛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塞福尔斯克、段涅茨克、巴赫木特等地继续发动炮击 但规模都不大 俄军弹药库在此前屡次遭到乌军的打击 已经造成前线弹药不足 未能组织起来有规模的积极进攻 仅采取了零星的炮击 在札布洛的东部 俄军沿着接出线在过去的24小时内 发动了两次炮击行动 试图迷惑乌军他们要发起大规模进攻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后勤争取更多空间 俄罗斯军队在接触下还出动小股部队试图推进 也被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击退 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联合协调新闻中心负责人胡美纽克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和力量 以阻止俄罗斯军队向南部前线增并 乌军的远程打击武器系统继续按照他们所遵循的模式工作 一旦发现俄罗斯人试图在哪里增加作战人员和军事装备 乌克兰武装部队会使用远程火力进行破坏 胡美纽克肯定的说 请相信乌克兰人将赢得这场战争 相信乌克兰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 近期俄乌战场上 俄罗斯军队情况是越来越糟糕 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在赫尔松前线向前推进 有大批的俄军被缴械投降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每日更新的战报中提到 在过去的24小时 俄军损失了300多名士兵 十几枚坦克 十门火炮系统 5架无人机 另外还有两枚巡航导弹被拦截 乌军的战报中还提到 俄罗斯指挥官派出了08801部队一致作战反对 试图突袭乌军第79旅散兵战地 他们的行动计划 早就被乌军无人机监控到 乌克兰军队第79旅散兵给他们准备好了口袋 结果将俄军作战分队全部活着 乌军抓活的比歼灭要好 把他们抓活后可以用他们交换战俘 这可能就是俄军士兵在乌克兰战场上 唯一能够任人理解的价值 能换回乌克兰被俘的士兵 他们还算能当个人用 乌克兰国防部9月5日发布的战报中称 乌军在段巴斯方向发动了牵制性反攻 阻止俄罗斯军队抽掉兵力向南部赫尔松增援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3旅和63营成功偷渡北段涅茨河 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解放了段涅茨河地区的两个村庄 另外一支特种部队在夜间成功突袭奥泽涅村 这支部队正在向莱曼方向推进 俄军部队正从莱曼向后撤退 这是更新的信息 俄罗斯军队在此前夺取莱曼的时候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现在没有做出完全的抵抗就想放弃 从而说明了俄罗斯军队在段巴斯前线兵力严重不足 只有接触线有作战人员 后方没有预备队 假如他们有充足的后援力量 肯定不会在乌军刚进攻时就逃跑 这种现象是反常的 有人说战场上一旦局势发生大的转变 就会出现一方兵败如山倒的场面 俄罗斯军队正在向那种场面发展 现在乌克兰军队战斗人员只是俄军的不足三分之一 如果有俄军50%那么多 俄军就会出现整体溃逃的现象 与此同时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4旅 在乌克兰东部击退了俄军的两次进攻 并顺势打了一场反攻战 向前推进三公里 在南部赫尔松方向 乌克兰空降兵第42营也收复了两个村庄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9月5日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9月4日解放了南部数个村庄 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距离赫尔松市区仅有五公里的地方 乌克兰武装部队有能力在一至二周内解放赫尔松整个城市 看来留给俄军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将收复赫尔松提上日程 难怪俄罗斯在赫尔松9月中旬进行公投计划暂停 而更大的可能是这个计划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了 好 以上三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明天再会 感谢您的耐心